嗨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影片開始我就想要進入正題 身為一個粉刺人 我的粉刺人不只是臉上長粉刺 我全身都會長粉刺 包含我的手背啊 我的大腿啊 而且我不只是長粉刺 我還要忙忙腳話 頻道老讀者應該都知道啦 我自己是蠻討厭夏天的 因為要短褲短袖出門嘛 現在七八月份外面像烤箱一樣 怎麼可能掛得住長袖呢 就你外出就正常穿著 可是你的粉刺就是如果在外面 給別人看的感覺 我自己是比較沒自信啦 我不知道大家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就覺得說 粉刺人之常情啊 還好吧 但會在意的人就是會在意 而且你自己會在意 你也會擔心別人注意 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我前幾天在跟我朋友吃飯 然後我們吃完飯結尾的時候 我那時候穿個無袖 吃完飯結尾大家要拍照 我有一個朋友突然把手這樣搭在我的手背上 我第一個想法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你摸到我粉刺了好害羞喔 但是我想跟你們看一個照片 因為我最近就很認真在調理我自己的膚況 這個照片是我剛才拼起來的 這個是我調理第七天跟第十七天的比對圖 其實不只是照片看得出來有差別 包含我每天在摸我自己手背的時候 也還蠻明顯可以感覺到 欸 比較平滑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應該可以這麼說吧 就是粉刺人的福音 因為剛才那個照片真的是我還蠻有成就感的 我最近呢把身體護理的產品呢 換成了辛基尼 就是這兩瓶 我覺得他們兩個呢 在調理身體的粉刺跟痘痘效果還蠻棒的 對 但是在分享使用心得跟用法之前 我們來聊聊 欸 痘痘跟粉刺是怎麼長出來的 這一段比較知識層面 但是如果你有心想要改善粉刺跟痘痘 其實我覺得你去了解它的成因 我們再對症下藥效果會更好 那至於粉刺跟痘痘它的成因呢 我上網做了一下功課 也幫各位梳理了一下 有四大成因 首先第一步 就是我們的皮膚呢 是有戳窗感菌的 戳窗感菌呢 它會吃掉我們皮膚正常的油脂 當它過度的把你皮膚的油脂吃掉了之後 我們的皮膚 它是個器官嘛 下意識會覺得說 喔 你皮膚的油脂不夠 它就會分泌更多的油脂 欸 只為了要保護我們的皮膚 當這個油脂分泌過度的時候 開心到誰你們知道嗎 痘痘感菌 因為它吃得更開心 痘痘感菌它把我們的油脂吃掉呢 是會留下代謝物的 這個代謝物呢 是有刺激性的 它這時候就是一直刺激我們的皮膚 進而我們的皮膚就發炎了 那發炎之後呢 會影響細胞正常的分化 接下來我們進行到第三個步驟 老肺角質就會開始堆積 當這個老肺角質呢 它越疊越厚 而且又無法排除的情況下 我們的皮膚呢 會形成一個封閉式的環境 這時候氧氣量會下降 粗瘡感菌 因為它是個 硬氧菌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皮膚就開始 長粉刺跟痘痘了 因為我們的皮質呢 沒有辦法正常的排出 老肺角質一直堆積 粉刺痘痘 它就會跟著長出來 因為我們的皮膚已經失衡了 我真的很懂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粉刺都長在這裡 手背上 手背上 而且我這個粉刺很煩 稍微摳一下 用指甲這樣滑一下 就會有一個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滑一顆 就會開始滑第二顆第三顆第四顆 越滑越多 越滑越開心 然後就會流血 還會流下色素沉澱 所以我一直都在這個惡性循環當中 我還蠻理解 一大片肌膚失衡 很難照護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自己還有一個很難纏的皮膚狀況 就是毛囊腳的話 你們有人有嗎 有的話感覺應該困擾都跟我一樣 穿短褲真的很醜 那毛囊腳的話這個狀況是這樣子 你的皮膚看起來有一片顆粒感 很密集喔 然後摸起來一粒一粒的 然後又有泛紅感 怎麼弄都弄不掉 對這個就是毛囊腳的話 好你們有嗎 歡迎留言 大家一起抱團取暖 沒有啦開玩笑的 那這個毛囊腳的話呢 我也上網做了功課 就是醫學上它是沒有證實 起因為何 但普遍都是認為說 它是我們角質成堆積造成的毛孔堵塞 那因為我們的毛孔會有毛髮的生長嘛 堵塞之後呢 它就會去阻擋毛髮生長 長不出來它就會變成一顆顆凸起物 而且你毛孔因為長期間堵塞嘛 油脂沒有辦法排出 毛還被擋在裡面 它就會發炎 發炎之後呢就會泛紅 好你們可以檢查一下身體上有沒有 我有 我集中在大腿上 所以我很少穿熱褲褲們 總而言之呢 很多人說是遺傳 對 確實是遺傳 因為我自己的親姐妹也有 但他們年紀比我大 所以我感覺他們好像因為過了一個年紀的砍 慢慢的這個毛孔角化就淡化了 也確實我去找皮膚科醫生啊 我去看醫美啊 他們都說 喔這個沒辦法 這個你就是要跟它共存 等到你年紀越來越大 它會退掉 因為我們身體的皮脂分泌的沒那麼旺盛 自然它就會消失了 所以好了 現在就學習跟它共存 但說真的你不保養它也不會擴大 而且也不會惡化 但其實我想要跟有毛孔角化的姐妹說聲 就是我們也可以做一些什麼 來幫助我們肌膚調理 比方說從角質堆積這一塊去處理 或者我們可以增加皮膚的保濕度 那也因為我對自己的皮膚有非常深刻的認知認識 所以我挑選髮品跟沐浴產品真的是精挑細選 前兩個月我用到一條護髮產品 因為我都是領浴師的 用完了之後 OMG我兩片手背後面長了好多好多粉刺 我好生氣喔 然後就把那個護膚產品丟掉了 但是我想看你們分享 我最近用到星基妮他們家 專門針對身體粉刺跟痘痘挑釐的洗霧產品 我真的很喜歡 好那我們先從這個清潔的部分開始 那它是靜痘平衡沐浴露 這一瓶它主要是針對皮膚長痘長粉刺的原因 去添加減少唇膻菌 粉刺跟痘痘生成的成分 有一個成分很酷 我上網研究了好久 它是天然的植物成分叫做陶拓芬 這個陶拓芬它很厲害喔 它是取自於紐西蘭有一個樹叫做羅漢松 這個樹它很強可以生存千年 主要是因為它自己樹的本身有一個很強大 可以抑菌跟抗氧化的成分 就是陶拓芬是一個活性因子 最常用在臉部抗痘保養品裡面 那星基尼很聰明 直接把這個活性成分放到這個沐浴露裡面 所以它可以有效減少我們皮膚醜痘感菌的增生 那甚至裡面還有添加柳蘭萃取跟活性的茶塑精油 一樣可以抑制醜痘感菌 也可以改善粉絲跟痘痘生成 那裡面呢它又有一個很厲害的 叫常驗型胺基酸 它可以去調理我們皮膚分泌油脂的狀況 去恢復我們皮膚環境的PH值 它的質地給你們看一下 是透明的 而且它是沒有味道的 用法跟一般的沐浴產品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佔流型的清潔方式 也就是我們在洗的時候 讓這個洗劑在皮膚上面停留3分鐘 再用清水把它沖掉就OK了 用法是要讓它裡面這個成分有效 被我們的皮膚吸收 效果也比較好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洗起來非常的溫和 零刺激而且起泡度很不錯 我通常拿它在洗澡的時候 在流行嗎? 但是我嫌不下來 我不會空等3分鐘 我會搓3分鐘 整個身體輪流搓 搓完了之後再用清水把它沖掉 它這個泡泡很好洗掉耶 洗完了之後你的皮膚反而非常的輕盈 它用起來還蠻純淨的 而且這一瓶最近有經過人體實驗的認證 就是你連續使用14天之後 你身體的粉刺痘痘甚至痘印都可以被改善 所以它主要就是強調說 邊洗澡邊清潔也可以邊保養的概念 這一瓶的話我真的還蠻推薦 你身體會長粉刺跟痘痘的人 可以試試看 洗完澡之後我還會塗他們家 這個美體患膚精華乳 它也可以去改善粉刺跟痘痘 還有肌膚粗糙的問題 對皮膚也有適度的保濕感 裡面有添加複合的酸類 它可以溫和加速我們角質代謝跟更新 以前我會單獨塗某一種酸 但是你們知道酸類不管是哪一種酸 它都會有一個添加的上限值嗎? 一開始代謝速度有感 當我習慣那個酸了之後 我覺得就會變得比較沒感覺耶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是只有出現在我身上 還是各位都有 歡迎你們留言 但是這一瓶它裡面是複合酸類 我用了將近三個禮拜 我覺得它的代謝速度蠻快的 而且很溫和 認真可以完全取代 那種磨砂護膚的流程喔 有沒有那麼講話 你們知道最不適合的就是磨砂去角質吧 最怕的就是磨砂的顆粒 或者掌握的力道不對 把我們的角質層給破壞了 所以我自己在大腿這一塊 從來不用磨砂去角質 但是我的大象皮會啦 哇這題外話 那另外它裡面還有一個成分 叫做海洋複合多糖體 它主要就是可以讓我們皮膚 在換膚跟代謝的過程中取得一個平衡 可以改善我們皮膚的粗糙 要增加我們肌膚的保濕度這樣子 那它的質地就是乳白色的 我跟你們說 很清很水潤超好延展 等它吃自己皮膚裡面 幾乎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而且你等它完全吸收之後 你的皮膚摸起來就是滑滑嫩嫩的 有保濕感 這瓶乳液還有一股愉悅的花香雕 但是很淡 我覺得如果十分味道的話 它只有1到2分吧 就是很輕盈很愉悅的那種味道 它的話很溫和 所以早晚都可以用 我自己的用法 就是沐浴乳一次一天一次 然後這個媒體乳呢 就看心情 有時候早上覺得皮膚有點乾 我就會一天兩次 那有時候懶一點就是一天一次 但每天都會用到它們 那再放一次這個皮膚紀錄照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粉刺跟泛紅的顆粒感 是有被改善的 當然我覺得身體護膚不只是要靠產品 其實你也可以靠一些 生活作息的調整 比方說最常見的 床單一定要常換 像我的話就是抓兩周換一次 我覺得已經很久了 但如果可以一周一次的話更好 但換床單真的很麻煩 所以要定期換 再來洗澡水不要太熱 室溫就好 我大概就是抓比自己溫度還要再 現在夏天就是抓比自己溫度還要再暖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時候一碰到水就很燙 以前我試但現在不是了 吃的話比較會影響皮膚 少油少鹽 多喝水跟多運動 也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機能的更新還有代謝 對於保養皮膚也是蠻有幫助的 好 新今年這兩瓶真的是粉刺痘痘的人超必備 你身體很會長這些有的沒的的人 真的可以試試看 至少我用了將近這三周下來 我身上這個粉刺 尤其手背後面這一片摸起來比較平滑 我的動作是不是太真實了 我覺得很有乘坐感 分享給你們了 我的影片到這裡有什麼問題想問 歡迎留言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都在IG 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